52 北京神報 連續十個月處於一時代學家預測貨幣政策繼續寬鬆 2015年7月10日經濟新聞 B02 姜凡北京神報信 記者姜凡 昨日,國家統計局發布6月份 C.P.I.P.P.I.數據 好壞參半的數據如視著中國經濟營存不確定因素 在不少業內專家看來,未來中國貨幣政策可能還將繼續寬鬆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6月份C.P.I.同比增長1.4% 儘管這已是C.P.I.連續十個月處於一時代,但好於業界預期 也高於5月份的1.2%的數值 不過,P.P.I.數字卻並不如意,出現了同比4.8%的下滑 降幅較上月擴大0.3個百分點 重環比看,6月份食品價格下降0.1% 非食品價格上漲0.1% 走勢較為平穩 國家統計局城市市高級統計師如秋梅介紹 從同比看,6月份C.P.I.同比增幅比上月擴大0.2個百分點 主要原因是對比基數較低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斌認為,6月份 C.P.I.略高於市場預期 主要受到食品價格特別是豬肉價格連續回升大動的影響 從上半年看 C.P.I.累計同比上漲1.3% 低於全年3%的調控目標 物價呈現溫和上漲太小 主要還是因全球經濟增長佛力 國內需求動力不足所致 預計下半年C.P.I.繼續溫和小幅上漲 通脹壓力不大 而對於P.P.I.連續40個月負增長 中金所研究員發布的報告認為,生產資料價格降幅 擴大依然是P.P.I.同比下滑的主因 其中,原材料和加工業價格同比跌幅分別擴大0.6和0.3% 重環比看,大宗商品期貨價格下跌明顯拖累 P.P.I.在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看內,好壞參半的經濟數據 對市場影響不會太大 他預計下半年,宏觀經濟數據會有小幅改善 在逐漸改善的過程中,宏觀經濟數據對市場的正面影響將會增多 但溫斌認為,從當前物格及下半年發展趨勢看,貨幣政策仍有進一步放鬆空間 預計下半年外匯漸款會繼續呈現負增長,存款準備金率還有較大下降空間 鑑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還存在一些障礙 為了設實降低企業實際融資成本,仍有進一步降息可能 我休息一下,貨幣政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